去年7月22日,天文台發出黑語警告 在生前任職司機的50歲男子林榮奕 當日放假在大埔沙埔仔村屋外執拾單車零件的時候被洪水沖走 屍體在第二天在大埔工業村對開被發現 家人認為當日出現的洪水和渠武處河道改善工程有關 不過死因庭裁判官陳碧喬在判決時說 接納專家的報告認為洪水和工程無關 又說理解死者家屬看到石頭被洪水沖下來 但沒有證據顯示死者家人的說法 所以不接納他們的看法 不過陳碧喬同事提出 渠武處應該一早留意沙埔仔村發生嚴重水浸的可能性 應該將該村列為水浸黑點 又建議處方要對全港民居附近的河流 平定水浸危險的程度 並且與貴監察這些地方水浸的可能性及時通知村民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 我想說的人通知警 我手撕驚奇 感谢观看